研究成果的甘美 也催化了廖依久 和唯一一名女团员的情愫 这个时期廖依久和赵乃贤 不仅在同个单位工作 也因为廖依久的家远在中部风源 在台南向赵乃贤家租屋 更加速了两人的情感 因为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就是 今天这个研究做得好不好 明天还要做些什么 要清理要准备什么 我们写论文的时候 要一整年的报告 怎么要综合整理 那么我有的长处 他有他的长处 两个好像 有点相红相成 廖依久在草虾繁殖成功后 便前往屏东全力建设东港分锁 草创书奇 只能在海水浴场 修气棚改建的海边 搭建一个30平不到的检疫实验室 廖依久每天跟鱼虾睡在一起 研究环境十分的渴难 他人不改其傻子般的坚持 甘之如鱼 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当时有一个海水浴场 已经人家放弃了 我们把那个地方围起来 虾子 鱼 就是睡在那里 跟鱼虾同这个过程 他只要研究上需要 我们因为有时候我们做实验 需要采样时间 有时候要晚上 或是他要喂虾子 或要做一些虾 花美黄养子的实验 通常都是要很晚 半夜还在实验室 所以以前在我们这边 才会看到半夜很多人 所以你还可以找别人一起 来聊天或是来做研究 这样子都不会觉得很孤单 基本上那时候研究气氛是很高 很高亢了 大家都对研究非常的热衷 比如说一条鱼你要量 这条鱼要量它多长多重 对不对 比如说这条鱼这么长 60公分 你量起来就60 叫我们一般 60.5公分就好了 它没有 它会量到很细 60.52公分 你听懂我意思吗 那这当然是 就是它的坚持 这个要很精细 1968年底 东港分锁接获人物 负责研究乌鱼人工繁殖技术 为了寻找健壮的种鱼 撩酒经常领头出海 向渔夫买鱼 在1969年2月初 买回的乌鱼苗 有两尾存活下来 创下乌鱼人工繁殖育成的新业 种虾是在夏天比较好 乌鱼是冬天 所以我就从台南出发到东港 进驻现在的东港的地方 在第一年我们出去 挑好的乌鱼种鱼回来 第一年非常高兴地成功了两尾 培养出来的三点 差不多三公分左右的乌鱼苗 出来 我们就非常高兴 不过这个是人类史上 乌鱼人工繁殖成功的 把它乌鱼苗养成功的 第一个记录 在那个时候 很多国家 像伊术列 还有埃及 这些国家也都在挑战 国际竞争的这种环境之前 我们领先这些国家做成功 这一年底 33岁的廖一九 也因为确立乌鱼和草虾 人工繁殖技术 获选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再来紧接再后的是 苏木鱼的人工繁殖研究 当年在台湾 很难找到好的种鱼 所以我了解 这个菲律宾 刚刚那边的 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 他们的这个指认 打电报了 你愿意不愿意 到我们这边来 这个做苏木鱼挑战 我听到这个非常高兴 我正苦于没有种鱼 我就当然 我马上就答应 我头一出气的时候 这个大概已经待来 一个月了 都没有 另外有一位 他要到别的地方去看 他在料理 我看你没事情做 来跟我去 我说好啊 我真的要去 那个刹那 讯息来了 他说 抓到了 三位 就把这三位 打针 这个公母 这个分别打针 结果呢 做成功了 这个我都有记录的 然后把这个 整个记录 在国际上很有名的 阿华考想画表 就是 所以很快就 一传十 十传百 就是很快就 这个出气了 有了这样 虾成功了 乌鱼成功了 食物也成功了 这个 那个时候真的 对我来讲是非常命 非常好 这个 怎么会这么好命 他那些研究的 成功最主要 就是把台湾的水産 为过去所谓的 粗放式养殖 慢慢进入所谓的集圆式 达到比较商业化 除了养殖本身 这个行业 它的蓬勃发质以外 它其实也带动 其他 比如讲飼料公司 然后水产用材料 这几个区块的行业 新盛起来 但是最主要的 我相信是 辖民的收益 增加了 这才是比较重点 就是说 它的研究结果 带动大家辖民 辖民 辖民的收入增加 这才是比较重点 在那个时候 虾子 养的虾子 都是靠天然的去绕 这个 你要绕到一千尾 两千尾 那时候也是不简单的事情 要好几个人 好几十个人去绕材 这个乌尼也是一样 都是海里边 靠天吃饭 吃木鱼也是一样 不过用人工方式的方法突破 我们带天行到 这个能够这样做 那个对社会 impact是非常大的 1971年 廖一九出任台湾省水产 试验所东港分所省任分所长 并在同年与学成归国的赵乃贤 还婚 新婚妻子也去东港分所担任 约聘研究员 在没有结婚之前 比较不会有意见不同 结婚以后才有小草 我有一阵人就说 天天做研究 好累 好烦 连周末也是要做完 因为活着生物 你不能星期天不去 招呼他一下 我说我今天很想出去玩一玩 他说没有人答应你说 你结婚以后 可以几个星期就吃一碗一次 我说有这回事吗 那我今天真的不想做什么办 像这样小草一想 对我而言是小包 所以他也讲 好像说 好像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47年下来还是这样 为了让研究有更好的环境 廖已久向省政府提出 新建研究大楼的计划 与军方交涉将近一年 加上五年工程 1976年 终于完成一栋设备新营 五层楼高的研究大楼 当时堪称是东港地标 就这样 廖已久带着 十名不到的研究和行政人员 写下许多续解第一的记录 当时那么多的人到台湾来 尤其是要想学养虾养鱼的人都到台湾来 尤其都指定要到东港来 我们真的有时候运接不虾 我们很多我们的同事也产到那个时候 不过大家都很感养 大家都很愿意牺牲奉献 他们也好像到这里来兵至如归 他们都很高兴 他非常非常open minded 全世界各地来的 想学养虾 想跟他喊养虾的事情 想跟他切磋 百分之百都接受 所以我们那个campus里头有 意大利的人 日本来的 南非的 澳洲的 一住就三个月 五个月 那我在1983年回来以后 我就跑到那时候的东港分所 然后来去看一下庐山真面目 就想不到到了那里以后 感受到的是一种贵宾的一个接待 他也带我参观了整个东港分所 那东港分所那时候几乎等于说 是非常在国际上很有名气 人家都是讲说是叫做 国际的一个随产养殖 一个卖家 等于说很多人都要去那里朝圣 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我要离开的时候 这个坐在车子里面 然后我把这个窗子摇下来 然后他就是站在外面 一直就是等于说是跟你挥手 目送到你离开 我也那时候也是 当然很年轻的一个人 简单的讲的话 整个心就给他买去了 廖一九率领水市所的研究团队 不仅让自己声名大噪 也把台湾推向国际舞台 让东港小镇的地名 跃上全球水产养殖的地图上 1970到80年代 不仅是国内各级学校 当时的政要也曾多次拜访 东港分锁千道部的访客 遍及世界五大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